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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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就是你一手促成的吗 因为月明的那张脸为了你老家的面子和生意 你宁愿他永世都不被人所见到 好了 现在世人真的把他都给忘了 连你也把他都给忘了 一派胡言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月明好 最初放出消息 说朗大少爷深染重疾 不宜见光 不是你吗 命令我们所有人 在任何人面前都不能替月明的事 不是你吗 好了 现在昆阳城上上下下 还有谁知道朗家还有个大少爷 不知道的 还以为一个养子就能继承衣钵呢 朗家不同寻常百姓家里 我们有点什么事 有千万双眼睛盯着 月明的事故 本来就对他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我是怕公开之后 月明会受到更多的打扰 和不必要的关注 这孩子的内心多脆弱 他的心里有多苦 别人不知道 我们做父母的还不知道吗 月明是个男子汉 我看他没有你说的那么不堪 我也想让他出来闯荡 别人说三道四 我可以在他的身边 同他一块扛着 可他天天把自己锁在屋里 他有这个打算吗 那你倒是多关心关心他呀 你到他那边多走动走动不就好了吗 你看你 你和月轩的话就很多 比跟月明多很多 一家人说话还要分多跟少吗 你哪来的这么大火气 月明是我朗家长子 而月轩会一直在他身边支持他 辅助他 这些年来 月明跟月轩无所不谈 情义早已超越了手足 我不是比伯月轩 月轩也是我视若几初教养大的 倒是你 比伯我们亲生的儿子月明 你爱月轩就是比月明要多 妇人之见 我看你念了这么多年的佛经 一点长进都没有 出去 算了 我来找你 试探月明的婚事 你打算怎么办 既然你早有所知 恐怕也早有打算了吧 我只想听你给句话 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那位海棠姑娘 人才相貌都很初衷 我当然不会反对 只是 看他处事的魄力 怕是相当有主见 如果他自己不同意 恐怕金钱跟权势都无济于事 你看人倒是通透 不如趁着他跟你 每日见面的亲近 你将月明的事一点一点地告诉他 以表示我们的真心实意 久而久之 或许可以感化 顾海棠这个女子自视甚高 万一她最终还是不同意怎么办 那我们就放弃 也不能勉强人家 那我们的月明呢 你想眼看着燃起的一点希望又化为泡影吗 当然不希望了 但是我们也不能欺负人家一个女孩子吗 月明现在这样子 他确实配不上那个顾海棠 怎么就配不上呢 他可是堂堂郎李春的大少爷 如果你是顾海棠的爹妈 你愿意将自己的女儿 嫁给一个自我封闭 连门都不敢出的男人吗 反正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是我们欠他的 自从那次事故以后 我看着他封闭自己 性格越来越闭塞 我什么都做不了 他渐渐长大 我一想到他要孤独中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现在天上掉下来个顾海棠 他就像一把钥匙那样 可以打开月明通往外界大门的锁 我们绝对不能放过他的 难道你有什么万全之策吗 只有一个办法 能让顾海棠答应婚事 嫁进我们朗家 生米煮成熟饭 那就八九不离十了 那你打算怎么做呀 这件事 需要我们全家上下联手 对外密不透风 而计划的最关键点就是月轩 是月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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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尤其是月轩 在月轩 的 在月轩 我认为 你当天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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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而换一种活法 打铁要趁热 娘打算尽早把他们的 婚事给办了 你说这是不是大好事啊 是个好事 娘 海棠知道了吗 还没有 这不叫你来 跟你商量一下 这件事情你要上心 帮帮你哥 我 我怎么帮啊 好吧 我知道了 我呢 去疏通疏通 让海棠跟我哥 都明个心旨 然后 我再在海棠面前 说说我哥好话 接下来 我就管不了了 这个办法不行 岳明的情况 你又不是不知道 娘的意思 是让你出面 帮你哥迎娶海棠 由你出面提亲 娘 这怎么能行呢 这不是骗婚吗 怎么不行 你和岳明是兄弟 你和海棠有熟悉 我已经观察很久了 海棠姑娘对你印象很不错 所以由你出面 替你哥哥娶海棠回来 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娘就求你这一次不过分吧 娘 这不是您求不求我的话 这 这对海棠不负责任哪 成亲可是一辈子的大事 嫁进我们老家 是昆杨成女孩子梦寐以求的事情 绝对没有委屈她的 不行 绝对不行 这海棠不知道 对她太不公平了 您这么做 我相信我哥肯定也不同意 他已经同意了 你 娘 您这样太拔道 太不讲理了 您这样让我如何自处 让海棠情何以堪呢 您想让我哥自卑到什么时候 他如果真的喜欢海棠 让他自己去说去 我去找我哥 不准去 你哥哥什么情况 你又不是不清楚 你这样做 是要把你哥哥逼上死路啊 月轩 你不是不明事理 玉冥现在这个情况 你见到 你不心疼吗 他那么喜欢海棠 如果海棠嫁进来 兴许可以改变他的生活 你就不能成全你哥哥吗 好 为了我哥 我做什么都行 但是娘 我要告诉您 这件事对海棠的伤害太大了 海棠 现在是月明唯一的希望了 你们兄弟联系 小时候 是他给了你希望 现在 你若是不肯帮你哥哥 迎娶着希望 那对他的伤害 就真的太大了 娘知道你委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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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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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不答应 以后就不要认我这个娘 岳明也没有你这个弟弟 Zither Harp 他答应了 真的 他真的答应了 五月初五 亮晨即日 就是你们俩大婚的日子 太好了 太好了 我该送他些什么呢 这事情太突然了 叶萱 你告诉我 我该送他一些什么呢 店家都给你备好了 你就做好你的新郎官就行了 不是 我想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给他 你知道吗 对了 我给你看啊 我画的画 是不是越来越像他了 月轩 你说海棠他会喜欢些什么呢 送那片园子吧 被他种的园子 园子 海棠不是那种喜欢金银珠宝的反尸女子 他喜欢花草 自然 能买到的东西代表不了真心 所以我想 送他片园子 好 好 就就就送他园子 我亲手为他种下的园子 谢谢你月轩 谢谢 哥 月轩 你怎么出来了 没什么 在阁楼时间太长了 出来透透气也挺好的 再说了 这也是自家园子 没什么外人 你在白天都愿走出阁楼 我真的很高兴 其实这并不难 对不对 对了 你说这个园壤 种海棠花怎么样 海棠花 我想把这个园子 种满海棠花 送给他 谢谢你啊 月轩 其实 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的 不用嫌我 你喜欢就好 以后我再也不孤单了 因为这郎府又多了一位可怜的新娘 顾海棠 顾海棠 小姐 你就吃一点吧 别饿坏了身子啊 小姐 我问你啊 昨天的事怎么样了 海棠他逃婚了吗 我听说 听说后来海棠小姐他上了花轿 昨晚就跟朗少爷拜堂成亲了 海棠他上花轿了 怎么可能 不可能 我还是得去趟朗家 走 跟我走 不行啊 小姐 老爷已经吩咐了让我叮嘱你 这要是有什么闪失 老爷一定会杀了我的 哪能够废话 赶紧去跟我爹讲 小姐 你就说 你就说我绝食了 不吃饭了要晕过去了 小姐 你别为难小弟 爹 爹 爹 你赶紧放我出去吧 我现在必须去找月轩跟海棠 昨天海棠嫁个月轩了 不行 爹 我求求您了 昨天是我错了 是我不懂事 你就原谅我吧 你呀 平时都是我给你惯坏了 这结婚这么大的事 你连爹都不告诉我 你想气死我 我这不是没结成吗 你别说我了 还好你没结 您要就这么嫁了 爹这老脸往哪搁 我说不可能再嫁给月轩了 他怎么能娶海棠呢 海棠居然一直在利用我爹 还有那朗家 他们居然不把我们龙家当回事 放着我龙府的千金不娶 偏偏要娶一个乡下丫头 爹怎么办啊 你总是朗月轩朗月轩的 他真有那么好吗 值得你为他动这么大心思 对月轩就是好 我非月轩不嫁 爹我求求你了 你一定得帮帮我这回 你怎么忍心看着女儿难过你不帮我呢 求求你了爹 求求你了 爹 好好好 我这就带你去朗家 去替你讨个说法行了吧 好 我们现在这座 龙大帅我正修路呢 您稍等 我马上把东西挪走啊 嗯 一会儿听爹的 你别说话啊 是 请 老爷 什么事啊 龙大帅来了 龙大帅来了 也没人通知我 有急事找我吗 来坐 我这不请自来 难道你心里没说 什么事把龙大帅弃成这个样子 说吧 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装什么糊涂 你不把话说开头 我这话从何说起啊 你就绕吧 你绕得过去吗 你一大早就堵了我的被窝 我头没梳 脸没洗 就被你拉过来兴师问罪 各种缘由 你是一字未提啊 行行行 没工夫听你下扯 你儿子结婚 为什么不请我 原来是这事 这事说来话长 我有所隐瞒 是为了遮掩家丑 不想对外声张 还请龙兄见谅 我见谅不见谅的倒没什么 我闺女可是跟我哭了小半天 按说呢 这婚丧嫁娶的 是你的自由 可是你我那么多年的交情 一来 你不应该跟我这儿护犊子 这二来呢 你说你这个人 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你是阴损得很哪 我 我护犊子 这话从何说起啊 还装 你这还给我装 莫话跟月轩的事 你不知道啊 你们家那小混蛋一声补坑 把莫话给甩了 另寻新婚 你个当爹的 这我没看见啊 可惜啊 你我一二十年的交情 算是白交了 你还跟我这装傻充愣呢 之前跟我套近伙 说什么什么 走亲戚结庆着 儿子结婚连个屁都不放 你说这干的这叫什么事啊 这还以为什么事情 把龙大帅气成这个样子 一场误会 你们两口子合起伙来打我的圆场啊 一个说是不知道 一个说是误会 好 演吧 好好演 我倒要看一看今天这出戏 你们怎么收场 好 快点放我出去 海棠 你醒了 没事吧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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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开门 快开门 来了来了 快点开门 来了 开门快点 大少爷 大少爷 怎么了 我要去找大夫 少爷 少爷 谁当出事了 我要找大夫 少爷 少爷 大少爷 龙将军 莫化和月轩 心心相依 青梅竹马 这是我们两家 修来的福分 我们朗家 怎么可能不识台军 不知道龙大帅的 一番心意呢 这喜事 可不是给月轩办的 你 你又续了一方啊 原来是你啊 你个老小子 我哪有这个心思 就算有 他也不敢 这到底咋回事吗 我们家的情况 说来话长 我的长子月明 本来是个俊秀的孩子 文静贤雅 喜爱诗书雅韵 人见人爱 是我朗家朗里春的活招牌 怎么长着啊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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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龙 我们家的手朗 谁不掀那个耳朵 这水里的荡 最后可以把能掐出水来 岳明 娘 来 真不愧是朗家的少爷 看你们这些活宝啊 每次见到我们家小岳明 就缠着不放流口水 当心吓到他 有没有吓到你啊 没有 然而十年前的一场世故 让他毁了容貌 从此以后他闭门不出 不愿见人 渐渐的越来越孤僻自闭 把自己封闭在府宅 深处的阁楼里 除了我们这些至亲 连府里的丫鬟都不曾见过他 几经劝说都无济于事 我们也只能由着他去了 说来惭愧啊 我们朗里春做的是颜面的生意 有这样一个面容丑陋的怪人 总是不好听 为了顾及生意 朗家从不主动提及朗大少爷 多年过去 别人都也忘记朗家大少爷的存在 老兄啊 我怎么从来都没听你说起过呢 家丑休于提起 还望龙大帅见谅 行行行 南大当婚 岳明难得看上工坊里面 一位女工 我们便竭力促成了这桩婚事 岳明怕见人便指办了一个小型的婚宴 请族内至亲做个见证 没有请到龙大帅 多有怠慢了 朗兄啊 是我不好 是我不好 误会误会 得罪得罪 这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 朗兄 你也不容易啊 改天我把贺林补上 好 算作给朗大少爷 喜结联礼 多谢龙大帅 是我考虑不周 不要怪罪话 有什么话啊 就说出来 别憋在心里是吧 龙大帅 新婚第一天 府上有很多事情要打点 我先离开一会儿 您先跟我家老爷叙叙旧 一会儿啊留下来吃顿便饭 好 好好 你去 你去 原来是这样 刚才格鲁里跑出来的男人 应该就是两家大少爷 顾海棠全被蒙在鼓里了 好 别起来 你发着高烧呢 要好好躺着休息 太太 你放我回家吧 让我走 你看你这孩子 发烧都说几胡话来了 刚刚过门的新媳妇 怎么能走呢 我不能嫁给她 我根本就不爱她啊 太太 你放我回家吧 好不好 好 是你自己亲口答应 嫁给我们朗家少爷的 现在又何出此言呢 好好地伺候我们月明 保你荣华富贵 一个平民丫头 难道还看不起我们朗家 一个女孩子家 还容得你来挑丈夫 来 把药吃了 刚过门的新媳妇脾气大 我可以理解 那你就继续待在房里反省 哪天想通了 哪天就可以出去了 颖哥 回去 给我看着大少奶奶 是 太太 哪天 月明 你心爱的女人 已经娶回来了 你怎么还一个人 在这儿坐着呢 娘 我后悔了 我是不是不该这么对待 月明 在感情面前 没有谁对谁错 你第一次开口求我 就是求我帮你 娶到这个姑娘 儿子的心愿 我做娘亲的 一定千方百计地 为你达成 好 儿子知道是您的好意 我明白 是 我们虽然用了一些 不一样的手段 但感情可以慢慢培养 日久生情 月明 现在就靠你自己了 让海棠彻底爱上你 咱们已经走到这一步 你绝对不能退缩 我明白 娘 这才是我的好儿子 娘知道你一定在担心 海棠的身体 对不对 娘已经看过他了 一会儿啊 我吩咐厨房给他熬点鸡汤 你给他端过去 这多暖心啊 一点一点的 女人会慢慢被你感动 嗯 龙小姐 您怎么来了 我来找你们家大少奶奶 顾海棠 大少 大少奶奶她病了 病了 昨天还好好的 今天就病了 我去看看她 龙小姐 太太吩咐了 任何人都不得进去 她不是病了吗 我得进去关心她一下呀 龙小姐 您就别为难我们这些吓人了 太太吩咐过 任何人都不可以进去 你再给我啰嗦 你再给我啰嗦一句 我现在就告诉你 把你给卖掉 你信不信啊 上来 赶紧的 老爷 不好了老爷 什么事啊 没看见我正在会客吗 龙大小姐直闯新房 非要见大少奶奶 我说呢 怎么一进门就没影了 她可能是四处逛一逛 好了 没事了你出去吧 等等 龙大小姐 她没有大闹新房吧 那倒没有 她就是嚷嚷着 要见大少奶奶 说是她朋友 那就好 那就好 去吧去吧 她可能知道 这海棠架的不是月轩 所以就没事了 不对呀 这海棠架的不是月轩 她难道没有跟莫话说吗 莫话 大少奶奶看起来不怎么样吗 莫话 你怎么来了 大少奶奶当得不错啊 莫话 你别叫我名字 你还拿我当朋友吗 事情的真相我已经知道了 你不用在这儿跟我逞强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 对 我就是来看你笑话的 你这叫自作你也不可活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 我怎么都想不明白 你居然会这样做 你知道吗 我伤心地哭了整整一个早上 不仅是因为我失去了月轩 更因为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 你要是喜欢月轩 当初你为什么不承认啊 还口口声声答应我 我会放弃她 结果我还是上了那个花轿 咱们姐妹之间 怎么就不能有一点坦诚啊 我还是不是你朋友了 我当然把你当成我最好的朋友 莫话 我承认 我是喜欢月轩 可是我真的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 你知道吗 我之前都已经决定了 放弃我对月轩的感情 让你们两个在一起 可是当日的情况你不知道 我看到我娘给我做的那个假衣 看到她高兴的样子 我实在是一时不忍心 我又想到我和月轩发生的点点滴滴 我真的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 还有 行了行了 现在知道后悔了 晚了 说到底还不是朗家骗了你 骗了我 骗了我们所有人 算了 要不是因为你上错了花轿 现在坐在这儿哭的人就是我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你能不能振作一点啊 你知道吗 我真希望这是一场梦 当我醒来的时候 发现这一切都是假的 那该多好啊 是 你不想要把我 那个时候 那你不想到我 你不想到我